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宅探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 免疫界限的第二话,救出 田伯官很兴奋 又一名少女落在了她的手上 这种在家靠父母,出门靠父母打钱的天真小女孩 当真是好骗之急 上完这天班,明天非得好好显瘦一番 哦,看来她没这个机会了 警察叔叔已经早上门来 手机泡水,电脑烧毁 隐藏少女囚禁地点的关键线索赶紧烧了烧了 田伯官猜到迟早会有这么一天 早就定下了万无一丝的后备计划 一时了之,万无一丝 见过很心痛,这种人死了就死了 又有什么所谓 任他在意的是田伯官所留下的遗言 以及他死前在厨房烧掉 貌似十分重要的关键文件 把一前来现场对田伯官进行尸检 三口力道均匀,毫不犹豫 这个田伯官很不简单 结合黑色主色调 以及一成不染归整到极点的卧室看来 田伯官性格极具超重欲 先受掌控权力以及控制他人 无法接受自己被警方支配 宁死也要掌握自己的命运 禽兽永不为奴 现在只能期望田伯官的遗言 不过是自恋者死前为了保住尊严的说辞 没什么了不起的 哪怕什么来什么 上一话建国头部中枪后获得通灵能力 死去的田伯官出现在建国面前 他很乐意继续和警方玩游戏 给了建国第一个提示 搜索房屋的角落 建国找到了七束头发 目前为止只发现六名受害人尸体 田伯官没有说谎 还有一名没有被警方找到的受害人 而据田伯官所言 他们有24小时的拯救时间 超过24小时 受害人继续丧命 但高层并不许可出警申请 头发没有连着发根 无法进行DNA鉴定 因此是否来自受害人还不好说 说不定全都是田伯官自己的头发 也并非毫无可能 仅凭模棱两可的灰色信息 上头不乐意浪费警力 就算单身存在最后一名受害人 此时是否还活着 依然难以断定 领导们说的十分有道理 哪怕安倍建国这个玩者玩家 也带不动这群脑回路心旗的高层 只有建国清楚 最后一名受害人是存在的 只要他能撬开田伯官的嘴 建国磨破了嘴皮 从口头威胁 到试图感化田伯官赎罪 几乎试了个遍 然后生前就群群极恶的犯人 死后更加猖狂 软硬不吃 建国越是气急败坏 张牙无爪 田伯官越是自在满足 他显受这种将警察玩弄于鼓掌之中的坏感 毫无头绪之下 下次遇到类似这样的犯人 应该怎么对付他 法医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像田伯官这样的犯人 最害怕的就是军联受到挑衅 法医同样相信第七名受害人的存在 给了建国新的调查方向 田伯官居住的屋子可能并非行凶地点 一旦受害人发出惨叫 必定被邻居怀疑 同时带入被害人和帮出尸体 也很难保证不被其他人撞见 一定存在某个私密的行凶地点 犯人在房地产公司上班 存在使用闲置房屋行凶的可能 然而调查很快受阻 田伯官手下管理3506间房屋 一一排查 不知道干到活年满月 此时距离受害人死亡时间 还仅剩不到12个小时 建国决定尝试法医 告诉自己的新方法 如果田伯官不将囚禁犯人的地点 告诉自己 他将联系各大报社 通过新闻告诉所有人 连环杀人案凶手 是一个心障碍者 将自己无能的愤怒 发泄在年轻少女身上 所有人都先知道 田伯官不过是个笑话 田伯官气急败坏 用假情报将建国戏弄了一番 而后还是乖乖的 给出了更多提示 说外人名叫猪头 被田伯官喂下安眠药 困在一个狭窄封闭空间内 等猪头醒来时 共演机应该恰好关闭 而后猪头将窒息而死 田伯官口中的猪头却有其人 但邻居以为他跟着 有钱爸妈旅游去了 因此虽然几天没回来 也没人在意 建国放弃 直接从田伯官身上获得线索 而是选择来到政务保管室 偷走了被田伯官破坏的电脑和手机 然而建国的技能树上没有科技点 电脑手机在手 估计连开机密码都搞不定 比我还不如 更何况都已经被损坏 没法使用 只能让情报头子 给自己介绍厉害一点的黑客高手 黑客兄弟看样子虽然不太靠谱 但技术确实没话说 虽然没有找到田伯官 求进目标的长生点 但也获得了新的线索 犯人曾长期骚扰名为贵侠的女性 贵侠一直没有回应 但却在半年前回复了田伯官一封邮件 半年前正是田伯官出道的日子 从他收到这封邮件的那天起 也开始了自己 赢棍界风生水起的职业生涯 黑客兄弟帮建国炒到了贵侠的住所 原来贵侠曾与田伯官交往 短短几个月后 主动提出分手离开了田伯官身边 并忙着田伯官生下孩子小田 后来这事依然被田伯官得知 然而贵侠搞不清楚田伯官的心思 总觉得他看着孩子的眼神 令人十分恶心 为了保护孩子 贵侠拒绝与对方重修就好 不久还搬家换电话 与田伯官断了联系 从贵侠口中得知 田伯官有一处私人房产 环境安静 独门独户 具备成为行凶地点的一切条件 此时距离受害人三命 仅剩最后一个小时 进度条却告诉我们 事情并非那么简单 建国顺利找到了房子 强行破坏玻璃打开门锁 还被刮伤了手 然而照片屋内都没有发现猪头的踪击 建国知道这里分明就是田伯官 折磨受害人的秘密据点 地上的墙子分明与电脑上的照片一致 显然这狗银贼肚子里面还算有点东西 既高一筹另有安排 客长和同事接了电话赶来 然而线索断了就是断了 来再多人也是没用 建国还因为私闯民宅 被狠狠训了一顿 刚来这次安倍建国完败 只能看着田伯官得意洋洋的嘴脸 心里说不出的难受 然而一面开来的物流车 让建国重新燃起了希望 他想起来了 田伯官死前烧掉的关键线索 建国一直没想明白 田伯官烧的到底是什么 但现在他知道了是物流单 田伯官一定是将受害人包装成大家电 以使掩人耳目 通过物流将其运输的房子 管田伯官给自己寄来了一台冰箱 而建国一天来东奔西走 到处寻找的第七名受害人 此时正昏迷在冰箱内睡得正香 再过三分钟 共演机将停止工作 然后猪头将窒息而死 猪头被及时救出 送缘就医 这场救援博弈 以建国胜出告终 田伯官说得体无王夫 只得留下一句体面话 建国猜测他所说的 并不单纯是为了保住脸面的谎言 到底是什么意思 咱们还得从半年前说起 当时田伯官第一次与小田见面 对于酷似自己的孩子 田伯官断言 对方间走上与自己一样的道路 因此留下了这个预言 关于遗传犯罪 天生犯罪人 犯罪基因之类的论点 陆续广为人知 一定程度上 遗传因素成为了犯罪的生理基础 但我相信一个独一无二的人格行程 并非遗传能够全然决定 离不开父母的教育 孩子的成长环境 学校朋友等各个方面的相互用力 小田最终是否会成长为 像父亲一样的罪犯 或者会在母亲的教育下 得到自己的人生 咱们不得而知 那么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吧 各位朋友 咱们下期再见